《時代論壇每周社評》 2013年2月17日 第1329期的時代論壇 社評的標題是 《公民抗命,人民的道德感召》 法律學者一篇 萬人佔領中環增普選的公民抗命建議 在香港社會輿論裡觸發了大大小小的連鎖討論 而綿景月 學者明言 有關的建議仍然等待一個時機 就是特區政府拋出政改爛方案 令基本法所承諾的普選再度落空之時 然而 在本地關注民主發展 關心香港核心價值備受蠶食的朋友之間 學者的建議 已經觸發了不少的共鳴和討論 為這夥用來作 政制發展談判用的核彈注入力量 《公民抗命》的本意 是公民以非暴力的形式拒絕服從個別法律的要求 為爭取修訂法律 好取回公民原有的權利 一方面 這個明顯不是為了要推翻整個制度 而是凸顯現有制度一些荒謬之處 最終使制度得以完善 參與者甚至會主動承擔破壞現有法律下的罪責 而另一方面 公民抗命要成功 重點不在於勝過政府機關的制度武力 而是在於透過集體的付出 來感召更多社會以致政府中人 認同爭取的目標 以推動社會改變 因此 真正的公民抗命 不會是個別以生群體野貓式的突襲挑釁 而是社會經討論之後 凝聚集體的共識、行動和承擔 這個討論和凝聚的過程 劃長、劃短、卻不可劃 也讓社會大眾思考到 到底不時掛在口邊的獲心價值 自己其實有多著緊 又願意作出多少承擔 擺上多少代價來身體力行 來加以捍衛和秉持 而經過這樣的反省 社群既能夠聚焦力量 亦能夠分辨社會大小議題的優次所在 亦能夠是辨識政權政客的擺佈波龍 辨稱時機何在 辨稱什麼是當前荒謬的精結所在 需要靠公民抗命 來取回原本所應許的方能扭轉 現存的民主政制 要靠民間社會自身對核心價值有所秉持 它的力度要到一個地步 足以向整個政治生態施壓 促成建設性的轉變 公民抗命背後的精神 是訴諸人民的道德感召 這種核震懾的力量能夠在民間承認 就是香港社會願意為核心價值擺上多少的指標之一 對於公民抗命背後的精神 教會群體其實並不存而陌生 一來 聖經不單單論及信服掌權者 說的是羅馬書十三章一節 聖經也有提到 信從公義慈愛的神 而不信從人是應當的 司徒行轉五章二十九節 而回顧過去數十年 公民抗命這個題目在香港教會群體 也曾觸發過一些關注和討論 在九七回歸之前 基本法如何落實形屬未知之數 香港社會憂心言論 結社等的自由不保 教會群體也憂慮 宗教自由不能幸免 而昔日馬丁道德金的公民抗命經驗 就不時成為如何維護人權的討論參照 及至九七回歸之後 本地人權未見立時大規模下滑 不少信徒教目的焦點 佔佔由人權如何得保障 轉移至人權如何不被濫用 公民抗命在教會群體之中的形象 也變得不太鮮明了 然而 今日香港核心價值岌岌可危 社會的有心人士 因為思考公民抗命 開始反省到自己能夠為這個城 切實承擔多少 本地教會群體 又可有思考到 我們願意為所牧羊的群體付出多少呢? 耶穌說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為羊寫命 約翰福音十章十一節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你好 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